如何判断说这个档案的编码是unicode UTU8还是微软的ANSI 你可以用什么 另存心档 另存心档之后呢 请各位看一下 它的那个另存心档 其实记事本就可以了 而且记事本还蛮好用的 这个地方的话你会把它编码 它叫什么 ANSI 所以你看到ANSI就是微软的东西 所以它如果用那个 Excel就是Office系列 它存档 就会是存ANSI 所以呢 如果说你将来 要把它 放在网路上 一般都UTU8 这一个 那UTU8的话 那倒过来 如果人家给你的是UTU8 你要在 微软的环境下 不要乱码的话 那刚好盯倒过来 第一个 假设我先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的话呢把它取代掉 意思就是说我把它改成 那时候已经开过 先另存 假如说 如果它是 其他软件产生的 它一定是UTU8 说把它 另存 把它另存 一个那个 另存好了 这边的话改UTU8 那这边的话 也许我这边改成2 加一个处置 或者叫什么 UTU8之类的 然后 你如果说拿到这个档案会乱码 其实你可以打开它嘛 做一件事嘛 另存新档 把UTU8改成ANSI 除搜档案 再给 Excel去开 那就OK了 就不会乱码 因为这个问题 遇到太多了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 微软 它 采用的编码 就是跟人家不一样 OK 那这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也许 以后如果你们遇到乱码 你想到祭司本这个软件就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 刚刚练习 主要就汇入一些东西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那个 重文字汇入 跟用SS汇入 但是你会发现 里面就是有点不太一样 那哪里不一样 请各位看一下 TST就是我们原来看到的 就是它本来的那个范围的方式 那SS汇入进来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上面会多筛选 然后呢 颜色会不一样 另外还有一点不一样 你可以从上面有个设计 设计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有个表格名称 特别注意 这个表格名称 实际上呢 他就是把什么 Excel 的这个工作表 拿来当成 资料表 就是把他当资料雇用 那也就是说呢 他里如果把他当表格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假设说我今天呢 我这边后面 多了一个栏位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数量单价 可是我少一个 销售额好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不是有一个 数量乘以单价 那如果说我今天用 重文字的方式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销售额 比如说我这边加一个销售额 一个栏位 这个先复制一下 打勾 那等于什么呢 其实就等于他的数量 乘以 单价 按确定 按打勾 Enter 向下填满 这应该是我们标准的流程 可是呢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用那个 SS这边表格 你会发现 如果你输入 销售额 第一个你会发现多一栏 他产生什么状态呢 他很厉害喔 他会知道你这边多一栏 底下呢 自动帮你把格式加上 因为他等于就是把一下当资料库啦 然后呢 再来就是第2个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数量 乘上 这个单价 那你会发现喔 还蛮妙的 我们本来这个是数量乘单价 他变成一个中瓜糊 一个小老鼠 他是把这个当什么 当 资料表里面的一个栏 OK所以概念有点不太一样喔 然后呢把他打勾喔 你按Enter或打勾你会发现喔 诶 下面怎么样 自动完成了 所以呢这个 当然这也是他一个优点啦 就是说 如果以后你要产生什么 蓝他会自动全部帮你 完成了 嗯 不过缺点就是说 他多了一些东西啦 这东西其实 对我们一般来说 感觉好像 并不是 没有什么太 就是一个花面变漂亮而已啦 其他好像没有太 特殊的地方喔 所以 这个地方各位可以斟酌啦 我是觉得 不是 不会造成影响的话 那你可以用表格啦 不过 但是我的习惯 感觉就是用不习惯 所以我的感觉会是 第一个 我会希望怎么样 把它恢复正常好了 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就是不要用表格的形态喔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从 SS汇入资料之后 我要怎么样让他转回到 刚刚那个 TST 类似像这种 纯文字 就是我们一般使用的状态 不要变成表格的形态呢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就是 在那个 表格的上面任何一个储存格 点一下 上方会有个所谓的 资料表工具 其实就是把它当资料表啦 就是 Excel 要拿来当资料库使用 你可以这样用 那里面的话 它有个功能 转换为范围 因为基本上 我们预设 里面的资料 都叫范围 但是如果你不要用现在这个状态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一 请你把它转换为范围 然后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永久 移除刚刚的定义 就不要加那个什么表格啦 也不要加栏位名称 这些有的没的 要不要继续 好要 确定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已经帮我把 刚刚的东西拿掉 好 第一个刚刚你看到 就是资料里面的筛选 他已经没有 没有出来 因为他 就直接帮你把它转换 所以你会发现 你点他 上面呢 就不会有任何东西 当然 第二个啦 如果你要再把里面的表格 格线拿掉的话 恐怕你还要再做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向右向下 就是 把范围选起来之后 如果你要恢复正常的话 当然你可以什么 利用那个 常用里面的 清除 那你不是清除全部 清除全部里面都不见 清除里面的格式 假设我要恢复正常的话 清除格式一下 OK 那就会恢复 成绝来的状态 不过刚刚讲的部分 如果你习惯用表格啦 你就不用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实在用不习惯 感觉就是 虽然他有多一些功能 但那些功能好像也 可有可无啊 比如他自动产生 我点两下不是也产生 那你就把它转回来吧 我的个人习惯 我的习惯还是 越单纯越简单越好 不然他多一些东西 不见得是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 就是 先在把那个 SS的资料呢 把它汇进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 三个报表 的需求 第一个的话呢 请你帮我统计 2005年到 2010年的 那个 销售记录 的这个 各项的 那个销售量 的统计 OK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是说 所以我们要产生 2005年 到2010 所以年的部分 然后我要希望产生那个销售额 看到的结果 类似像后面看到的 底下的产品 他的 每个年度 从2005年 到2001年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可是 看到像这个表 我实在也看不出来到底哪个产品 会是成长的 哪个产品是下降的 所以如果最好旁边能够给我一个 表 可是这个表 如果用刚刚的枢纽分析图来做 不是 一个图的话 那 用什么方式 枢纽分析图会太复杂了 所以 基本上呢 在那个ECL里面呢 有一个 会是 这个叫什么 趋势图 的功能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趋势图 我记得好像是从 2010之后才有 所以如果 你的版本 太旧的话 恐怕就是 仅供参考 怎么办 没有这个功能 没办法 就只能 但是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 你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式 让那个趋势 比较明显一些些 那他的趋势图除了有 这个长条图之外 其实也可以做成那个 像那个折线图 那我想要知道说 他到底是成长的 还是衰退 有没有什么方式 再来的话 我有个业绩达成率的计算 比如说我今天给每个产品 他 一些 这个 业绩目标 那他到底有没有达成 我要算一下 有没有业绩达成 所以待会我们要第3个就是 算一下那个业绩达成率 那 首先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 先把这个 这个表现 书纽分析表先做出来 统计那个 2005年的 那个销售记录 所以第1个我们已经有data了 那怎么样做统计 那针对 S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表 资料的来源 我们做什么呢 接下来用那个 插入那个 书纽分析表 不过我这边多了一个销售额 那接下来的话呢 范围就在这里 按确定 那接下来呢我要统计的是 他的什么呢 他的那个 产品 所以把品名放在列 哪一个东西 DVD VCD 这已经 VCD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了 还好没有那个录影带 OK 像很早以前还有什么 什么LCD 那东西也是一个 博物馆才看得到的东西 再来的话呢 销售的 连的部分 那连的部分 特别之外你切过来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有没有 那个出货日期 诶 出货日期 我格式跑掉了 所以怎么办没关系 你游标放在那个 A2 Ctrl Shift向下 做一件事就好了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日期就好了 标准的预设这个就可以了 又恢复了 之所以他又跑掉了 因为他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数字 那我刚刚解释过了 这个数字 的 来源就是 跟1900的 1月1号 相差几天 他 就变出圆形 因为我们把格式去掉 所以如果你要让他显示成你平常习惯的方法 那就是把格式 再改成日期 这样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 有日期 可是问题 我们刚刚好像 那个练习里面多个年 我刚刚讲过就是说 如果你 不要这个年也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 我还是比较习惯这个年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加个年 我刚刚是没有加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加的话 我其实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出货日期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 蓝的标签 蓝的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话 销售额放过来 那我可以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里面的资料 按右键群组一下 群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 他里面的是数字 所以 刚刚的东西 我可能要重来一下 因为刚刚的东西 没有把它改成那个 所以把这个再把它 重来一遍 因为刚刚 漏改这个 蓝的格式 所以重来一次 把它插入一个 枢纽分析表 这边再转一下 把那个 一样品名 然后呢 出货日期 O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枢纽分析表 出现刚刚那个 出货日期 变成什么 全部一堆数字的话 那 记得 很简单 改一下 但是你改完之后 他不会自己 重新更新 那你怎么办呢 要不就是 重来一遍 要不 其实上面有个 重新整理 不过重新整理 倒不如删掉重来 OK 因为删掉重来 其实也没有花很多 重新整理 有时候还会失败 OK 因为你失败 那不知道还是重来 干脆什么 砍掉重来 会比较快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什么 把这个销售额 放在值里面 并且呢 把什么呢 上面的这个地方 群组 群组的话 你会发现 因为 我的格式是正确 所以呢 你 接下来就是 按照 不要按照月 我按照年 然后把月点掉 按确定 OK 上面就出现年 这一个部分 如果说你 不用这个方法 不用群组 那就是怎么样 我刚刚讲过的 Asses里面 多一个年 年的话就 跟刚刚一样的方法 就是 多个year year的话 把这个地方的年 抓出来 然后呢 全部出来 你也可以用这个蓝 只是好像如果 两个结果一样 这个要多做一蓝 好像有点 多一件事情 不过这个我讲过 有的时候看个人习惯 如果有的 我不要用群组 我 因为群组变成 你要按右键群组 那这个的话 不用按右键群组 他会马上显示 OK 所以 怎么取舍啦 有时候看个人使用习惯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 里面的相关的统计资料 那再来的话 我要知道趋势啊 到底 哪一个产品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这个地方 不过习惯第一个啦 我刚之前跟各位讲过 我的习惯是 第一个 就是里面的那个值 我会先把它改成 千分位符号 因为如果没有千分位符号 看资料真的很痛苦 减少一下 OK 第二个的话会把篮宽 全部调一下 OK 调的方法就是选到 B篮到H篮 快点它两下 实际上这个功能等于是格式里面的 自动调整篮宽 OK 有没有一样 不过其实好像选上面会比较快 所以我的习惯是 如果功能一样 那一定会选那个 步骤最少的方法 所以有时候使用方法的那个 很多个种 但是你就是 尽量选那个最简单的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非得要记一些 简单方法 你做起来事情 就会更加的 顺手 OK 那最后的话 如果我要在这边 在第1个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这边 已经完成 统计那个2005年 到2011年的那个销售的部分 那我这边有讲到啦 你可以用那个统计 就是出货的这边按右键 群组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再增加一个 这个年的栏位 两个方法也许你可以都比较一下 看哪个方法你做的比较 比较顺畅一些些 如果你做这个方法的话 再插入一个 其实做法结果应该也会一样 就是品名过来 那就不是交货日期的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有个年 然后销售额 OK 那年的部分的话呢 那这边会是显示 空白 变成说他抓不到这个年 那个年里面 好像刚刚有同学有类似的问题 这个地方 其实我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边 原来 产生的年 有没有 这里面 全部改成用那个 原来是通用嘛 把它改成数值 然后没有小数点 就一直确定一下 他是不是一定就是一个数字 是数字之后的话呢 那再切到刚刚这个 枢纽分析表 我其实再做一件事情 因为 我已经改变了嘛 那前面改变 如果你要 变成要重来删掉的话 你如果不想重来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什么 重新整理 所以我刚刚把这边 按下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之后呢 结果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它上面就会是 我们要显示的 就是哪一年哪一年 那请各位呢 试一下这两个方法 那 群组跟不群组 当然各有优缺点 那如果做完之后 待会我们要来看就是 各项的那个销售成 成长跟那个衰退 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 那最简单的方法 就在旁边 而且根据他的年的 一整年的那个业 就是销售额 是成长 是数量增加 还是数量下滑 所以方法蛮多的啦 也许你可以想想 该有什么方法呈现